车内显示发动机温度过高 然后冷却系统又开锅了 前面的电子上声音 特别的大 这种原因就是它 昨天有一个X1的客户给我打电话 他的车子在路上开着开着 就会显示温度过高 他只能看仪表上的温度显示 慢慢的开 不敢给油 今天他来了 这是一辆16年生产的宝马X1 配备的是B18的四缸发动机 目前的公里数是8万多公里 我们现在打火试一下故障现象 像这样打火之后 我们加油大概在10分钟左右 怠速它就会出现水温高的情况 我们接上电脑诊断了一下 没有冷却系统相关的故障码 然后我们再看了一下数据流 冷却系统的温度 发动机的机油温度 节温器的打开状态 还有电动风扇的转速都没有问题 到底什么原因呢 我们打火看了一下冷却系统的这些水管 发现温差相对来说比较大 应该是冷却系统的循环不太好 我们继续往下擦一下 找一下原因 我们把轮胎和轮噪拆下来之后 发现这个水泵附近 上边和下边都有特别多的水垢 漏水已经很久了 现在整个水泵已经拆下来了 我们这么转了一下 发现这个水泵的间隙比较大 所以有可能是水泵的转速不够 导致循环不好 反生了高温